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AMBODCAST 主持人Oscar 上一集請了Boost上來談談他自己的音樂歷程 今次請了兩位朋友上來 可否介紹一下自己呢 Hello 我叫Toby 是Macao A Cappella的團長 Hello 大家好 我叫Syrus 我主要負責Bass和Beatbox的部分 聽到A Cappella這個字 可能大家少許陌生 中文叫無半唱 其實是甚麼來的 跟普通的Band有甚麼不同呢 A Cappella的歷史要很長 首先講解一下 總括來說 現在的A Cappella 都是泛至一些無半奏合唱的音樂 就是用不同的人聲 去扮演不同的聲部 然後再一起唱一首歌 但你們為何會開始玩這個音樂 如何凝聚這班人回來 其實要說回八年前 八年前 八年前 然後我們就整班人開始有興趣的 不如一起嘗試唱吧 開始慢慢形成每個星期的一些定期的練習 慢慢覺得很OK 可以推廣給更多人認識 然後我們才考慮 不如註冊成為一個團隊 其實都是由很熱愛這件事開始 大家都是一些找不同樂器音樂的人 做不同職業 對 做不同的職業 就是喜歡音樂 都是業餘性質的 然後慢慢開始 不如試一下 那你可否跟我們說一下 你們負責什麼 剛才聽到Beatboxer 你是負責什麼 跟大家說一下 我本身 因為我們人手很短缺 我本身 女聲部基本上有 Auto 和Soprano 即是女高音 和女低音 Meso Soprano 可能都比較 中聲部 那些 我全部都唱完 我本身都不夠 但是因為人真的不夠 一開始 不是很多人玩 Capella 也沒有定期出席一些練習 現在 我們人員多了 我基本上 可能做一些 女中音 Auto 或者Meso Soprano 的部分 主要是 有時候我可能有些歌 我會不唱 我只負責戴 然後可能各個成員 就一起編 互相都會 包括一些不同的 崗位 這樣 Beatbox 那部分 其實一開始 我進來 是完全不懂 Beatbox 我是負責Bass 那部分 之後 因為在澳門 找一些 比較專業的 Beatboxer 都是難一點 那時候 我就膽粗粗 和一些 專業的團隊 去一下 京 東學一下 西學一下 上網學一下 成員慢慢玩 然後 膽粗粗 試一下 出了第一個 出了第二個 慢慢 變成我 亦都是 這個機會 令到我喜歡了 Beatbox 然後就開始 負責的歌曲 越來越多 變成現在 都試過唱Bass 現在 最主要是 Beatbox 這樣 所以就是 差不多這樣開始 好 其實我聽回 之前我們上AM 也是 聽你們說的 主要是用 POP 為主 為何當初 會選擇 作為你們的核心 因為開頭 Acapella 這件事 人家會覺得 比較難接觸 你如果一開始 就唱一些 古典 古典 我們現在都算是 古典的 但是 太難接觸 人家會沒有那麼有興趣 我們選擇了 不如Popsong 自己又容易聽入耳 唱得開心 又多人和應 我覺得 推廣Acapella 這件事是不錯的 所以 我們就 主要用流行曲 去唱 但是 我們其實 有試過其他東西 我們都想嘗試 走一下 試一下不同的歌 古典 都有試過 但是主要 想多些共鳴 現在我們又玩一些Jazz 又玩一些Jazz 試一下不同的曲風 試一下不同的曲風 希望多元化一點 因為覺得現在的人 接觸Acapella 都多了 了解多了這件事 我們已經有固定的觀眾群 不如試一下多些不同的曲風 都有嘗試 聽你說 其實都去過不同的地方表現 其實你去了什麼地方 以及人們是怎樣接觸到你 想想一下 我們去了 主要是 如果是什麼 就去過台灣的 去過香港 我們有去過上海 當然 澳門 各個地區都有去過 還有 我們有很多形式 我們有去過比賽 也有去過表演 跟別人交流 學習 也有試過 上課 也有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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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老師回來教我們 也有試過 但是主要是 所以你說不同的形式 也有試過 基本上我們 始終都是一個團體 要做一些表演 也有些經費 也有試過白跑 不同的商言 也有試過 也有試過 所以自己組織的一些表演 也有試過 也有試過 都玩過很多東西 玩過很多東西 我最深刻的是 我們試過做 Flash Mob 在什麼地方做 在澳門的不同地點 做一些快閃的活動 去路九公園 你記得哪個地方 記得 機場 機場 機場都有 在隧道那裡 隧道底 人們走過的時候 沒有一段 大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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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挺好玩 挺有趣的 旅客也聽過你唱 本地官員也聽過你唱 是的 當時突然不知做什麼事 這些是有組織的Flash Mob 你說我們自己玩的 我們試過在台灣街頭都有唱歌 自己玩的 這樣 好 今集到這裡 我們先到這裡 因為其實下一集 還有更多東西問他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